臺電虧錢 虧很多了 到去年年底累積將近四千億 那今年要虧 說除非電價漲 漲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十五 不會平 要漲到百分之五十 才能夠平 因為政府還給他一千億 一千億這樣彌補他的虧損 那Broomberg就說 彭博說 因為臺電大虧 所以會威脅臺灣的晶片業 所以現在外國人看臺灣 眼裡只有一個 就是晶片業 其他都不重要 就是晶片業 所以紐約時報上禮拜才說 晶片業如果一旦沒有了 對全世界經濟很大的影響 但是晶片又在最危險的臺灣 所以大家看臺灣 並不是說臺灣危險 臺灣兩千三百萬的死活 他不在乎 它在乎是晶片業怎麼辦 所以臺電虧 因為台積電 光一個公司 他的用電是臺灣的七點五趴 他用電佔到臺灣用整個發電的七點五趴 那加上還有新廠要蓋 那電從哪裡來 所以如果臺電虧 虧的話 就有可能會漲價 政府也不可能一直補貼他 對不對 那是因為選舉補貼他 不選舉還補貼嗎 那他總不能補貼到資本的兩倍三倍啊 所以臺電有可能漲 一漲臺積電的成本也會增加 臺灣的晶片的成本也會增加很多 你想他佔了七點五趴 光臺積電他不算其他的這個中油下油 相關產業不算 加起來起碼十幾趴 搞不好十五趴 二十趴都有可能 那所以呢 到底怎麼辦 半導體下一輪競爭是乾淨能源嗎 他們現在包括臺積電大產 去跟他先跟民間的廠去訂 訂綠能 風電 太陽能 想辦法去訂 去搶 那去年臺電的發電比 我們看到再生能源大概十趴左右 核能七趴左右 其他一點四趴 火力就佔了八十一點二趴 燃氣佔四十三趴 燃煤三三趴 然後氣墊公升兩趴 燃油一趴 所以其實主要臺盤還是燃氣燃煤為主 這兩個加起來就是將近八十趴 那所以講綠能 講綠能到現在為止 其實那個比例還蠻低的 那另外呢 布倫伯克說臺電赤字 虧損嘛 然後呢 又壓住離岸風電 又不要核電 然後呢 整個去壓住在離岸風電 所以認為呢 半導體產業可能會被波及 經濟部說 綠電採購不及購電成本的一層 因為 因為你現在綠電才十趴嘛 你將來綠電你將來二十趴 甚至將來可能要更多 否則你怎麼負荷二零五零近零 你怎麼達到 我都替你發愁 你怎麼 怎麼達得到 所以呢 臺電 所以見面就臺電不要老是騙人 臺電以前被認為說 不會講話 但是至少沒有騙人 為什麼 工程師嘛 對不對 像我們這種工程師都不太會講話 至少不會騙人 實事求是 以前比如說你看最早像什麼孫運璇 有沒有 楊金蟲 這臺電出生的 那個都工程師嘛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臺電現在他們說 為什麼要叫他講實話呢 譬如說臺電說 去年受電了二三三零億度 比前年微幅減少一點六趴 一點點沒什麼嘛 因為臺電一直講說 我們哪有缺電 我們不缺電啊 你看去年有停電嗎 去年有停電嗎 沒有停電啊 那我們講說去年喔 因為經濟不好啊 經濟不好 所以沒有用那麼多電 特別是工業用電 減少很多啊 譬如說哪有 沒有 我們只少一點點 舉一堆數字在那邊講話很大聲 那這邊就告訴你看看 去年真的減少1.6趴嗎 去年是減少16趴 臺電居然16趴變成1.6趴 你少了16趴的用電量 那難怪電夠了嘛 你電就夠了 你電 對不對 再怎麼樣 少16趴 然後他就說工業用電 臺電去年賣了一千三百零六億度電 比前年的一千五百六十八億度減少16.7趴 所以工業是連十九黑嘛 外銷也是連十幾黑 就是你工業用電就是減少了嘛 對不對 大家知道臺灣警戒的時候 那個工廠一年三百六十年 是不停工的 一直逃 二小時逃 知道過年才有可能稅修一下 其他時間就不停的賺 不停的賺 那如果不警戒的時候呢 一天可能就開工八個小時就好了 也不需要二十四個小時 也不需要過年才稅修啊 平常也可以稅修 差非常遠 你看那個工業生產 到工廠一看就知道臺灣緊不緊急 特別幾個行業 看就懂 所以他說住宅 蔡政府說住宅小幅成長 說住宅其實是減少了二十二億度電 都是用電減少 所以你電才夠嘛 你還要拼命講說你電用電沒減少 你的電是夠的 所以很厲害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會調配 怎麼一大堆講一些鬼話 好 好